海曼来看V2说 某城市有十条笔直的道路 这十条路没有平行的 没有两条一样平行的 说明彼此之间都是千差万别的 OK 那每两条路都有交叉路口 但是没有三条或三条以上的路 在一个路口相交 说明每两条道路都会相交 比如说再来一条路是这样 再来一条路是这样 是这样的吧 OK 他们俩也不会平行 将来一定会相交在某一点上 好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说每个交叉路口都要安排一名交警 共需安排多少名 每两条路都要有交点 但是没有路是平行的 也没有三条路口 三条路共用一个路口的情况 那这题怎么办呢 大家想想看 你没法把答案脱口而出 爆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个 就是路太多 路口太复杂 是这样的吧 那要想它变得简单 变得可操作 咱们就先应该把数放小一点 以小推大 这个名字 在咱们高中数学联赛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 叫做条件弱化 这节课的以小推大找规律 说玄乎点 就是这个 条件弱化 什么意思呢 十条比值的路 太多太强 太崩溃了 OK 把它变得简单一点 十条不会算 算几条呢 先从一条开始做起 如果只有一条路 咱们来看看 它会有几个路口呢 一条路 它不可能是圆形的 或者自己跟自己交叉吧 对吧 所以一条路 零个路口 如果有两条路呢 咱们在旁边画图 一条路 随便一条写的 两条路肯定跟它有焦点 所以这时候 出来一个路口了 需要一名交警来维护秩序 三条路呢 这回注意 三条路能不能交在这个点上呢 不能 没有三条路交于同一个路口的 所以我随便画到这 会有一 二 两个 是 这两个是什么 是多了两个路口 算上原来那一个 总共会有三个路口 注意 三的来历是 一加二 对不对 原有一个路口 现在又加两个 那这时候呢 再来一条路 我可以画成这样的 跟一二三 这三条路都有焦点 所以这时候是 四条路的情况 有几个路口了呢 原来的一二三 并没有改变 甚至还多了 一二三 出来 OK 所以这儿应该总共有 六个路口 六个路口的来历 咱们也清清楚楚 等于一加二 加三 现在明白了吗 OK 六个路口等于一加二加三 三个路口等于一加二 那咱们现在 规律基本上就找到了 原来零加一等于一 一加二等于三 三加三等于六 接下来五条路的时候 我就懒得再数 而且画材图也特别复杂 对吧 不用再数了 单纯的从数字上 咱们就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五条路会有几个呢 一加二加三加四 等于十个路口 太棒了 原来就是从一开始 若干个连续的自然数 之和就是这儿 不断递推的规律 找到了吗 找这个规律 你说那还愁什么呢 往下写答案呗 于是 很多同学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 十条路的路口 十条路最多能形成几个路口呢 那不就是从一加二 一直加到十 答案等于五十五吗 想请问 这个数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嘿嘿 没错 它又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的对应关系 一定得找到 一的时候它定的是零个 二的时候它是加到一 三的时候加到二 四的时候加到三 五的时候加到四 那十的时候应该加到几呢 应该加到的数是九 为什么是从一加到九 答案等于四十五呢 很简单的道理 要从现象到本质都让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同学们看一下 原因在这 一开始的一条路 它是没有焦点的 接下来第二条路和以前的路相交 以前有一条路 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新的焦点 到了它 以前有两条路 所以我就会产生出两个新的焦点 因为我和这两条路都相交 对不对 第四条路 我和以前三条路都相交 所以会产生三个新焦点 第五条路和以前的四条路都相交 所以会加四 产生四个新焦点 一直到第十条路 和以前的九条路都相交 所以会产生九个新焦点 从一加到九 就是最后的答案 等于四十五个路口 四十五个路口自然需要 四十五名焦点 这道题的结果就跃然直上了 同学们 觉得这些课的题 是不是特别特别简单呢 不但简单 而且精彩 后面还有很多